餐厅食肆如果将厨余分类 当局会免费回收 但餐饮业界说空间和人手都不够 大部分厨余只是会当一般垃圾气质 4月1日起实施垃圾征费之后 商场的餐厅食肆倒垃圾都一定要用指定袋 再交由管理公司帮手集中气质 如果是地铺可以不用指定袋 收垃圾的承办商会再按重量收费 有业价预期成本会大增 虽然政府可以免费回收储余 但是估计不少食肆不会分类 一个垃圾桶变4个 你这位置怎么办 现在洗碗工职不到的时代 你由谁去负责做呢 暂时来说 都是觉得给了钱算了 都没办法 不犯法就算了 到头来就双输了 因为那个钱花多了 但是香港的垃圾没有减少 他又以旗下连锁餐厅为例 只有大约六成能够做到厨余回收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中文字幕开 too 也是